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第五回 叫杜师娘怒沉白宝香 到了杜师娘活着孙父的时候 其实后台已经都卸完庄了 就剩下杜师娘跟孙父这俩人了 最后一场就这俩人 所以当年唱这个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 闹什么笑话呢 就是有一次我出去给这个影视剧帮忙 带回了一块烟饼 这个烟饼大伙现在都知道 拍电影啊 拍电视剧就是不可缺少的 点着之后冒烟 所以我就想这个平剧舞台上是不是也能用得上 闹鬼闹神的时候来这么点烟 不哄脱气什么 因为那会儿有时候跟小班唱 小班他不像大型的院团 什么专业的喷雾的喷什么的各种东西都有 小班他没有这些 满盘底下做二百人三百观众 他哪有烟雾气什么都没有啊 而且小剧场 我就把这块烟饼带回来了 我想的是很好 因为整块烟饼你不能都用啊 烟饼很大 比月饼好像还大一圈似的 就那么玩意儿 我就掰了一块 掰了一块 提前呢 找一小碗 这碗里边呢 搁上了烟饼 还搁了一大祸鸡 孙父呢 在台上是要坐到桌子后面 睡觉嘛 有椅子有桌子 我就把这搁在桌子底下了 昏昏沉沉一梦中就睡着了 这唱完最后一句呢 场面上呢 乐队呢 起庚 起三庚 杜师娘就上场了 上场之后 他到门口啊 还得唱几句 我这会儿是一直在桌子后面 坐那睡觉 哎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所以说我就来了一回 啊 这个现在享受可乐 我这睡觉 上杜师娘 他在前面唱 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 我就拿大火机 把这烟饼就点开了 哎 杜师娘来一敲 敲门顺着这桌子底下 往外边 冒着白烟 舞台笑 真好看 但是我就忘了一样了 烟饼越着越旺 而且这个玩儿啊 他呛嗓子 哇 这一呛嗓子 可要了命了 我跟唱杜师娘这位 我们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又咳嗽 又流眼泪 等于 杜师娘要是一进门 他得先叫门吧 啊 他一叫门 孙父开门来 孙父得哎呀嘞 啊 昏昏沉沉 一梦中 耳边忽听得有人声 他得唱 用手开开 门霜山 一开门 杜师娘进来 俩人一碰面 边儿藏 由于扔柜 柜的地上 法柳子 就甩法呀 然后杜师娘人有大段的快板 啊 这得唱 啊 这还得插一句话 就是现在 新的那个整理本 当然说新的整理本 也得有个几十年了 里边杜师娘 骂孙父 骂孙父你狠心 你才有这么一段唱 那段唱 其实是最后活桌时候唱 但是由于整理本 没有活桌孙父了 就把最后那段快板 挪得现在撇饱 撇饱的唱 应该是活桌子 这个呢 咱们留下一笔资料 啊 您记住这一点 所以这应该唱一坐板 唱完之后呢 跟孙父还要对话 我先来就捉你 孙父还得说 哎呀 我也为分十大恶呀 我不是坏人呢 这俩人就说 说完之后呢 俩人就追 有圆场 来回追 杜师娘得有水秀 孙父呢 过来过去两边 有吊毛 有抢的 发柳子 最后再追起来 追着台中 叫一次几头 然后窜桌子 穿桌子 孙父得上桌子 躺好了 杜师娘踩着椅子上 掐脖子 最后一句 是写出来是贼呀 他得唱 这一掐 孙父一吐舌头 慢慢一搭了 这甩法 就死了 然后场面就在这 乐队上 就得打尾声 然后 木就合成了 就唱完了 这首戏 好家伙 结果这烟纸一起来 我们俩算完了 他这一叫门 他就没声音了 我刚搭了一句茬 我也咳嗽了 好家伙 两人出来 就圆茬爸爸 唱词全码了 他追着我 两人一跑 到最后一上桌子 一摁 就打尾声了 后台乐坏了 少了十分钟的戏 就因为这个 一个烟饼 抖过鸡那 闹成这样 现在想起来 可乐来的 这个就是整个的 杜师娘活桌孙父 活桌的戏 其实在平剧里边 还是有一点的 有的年生日久了 也不唱了 离得最近的 你先包括 活桌男三妇 还有这个 活桌张三郎 这还是经常唱的 活桌男三妇 就是聊斋里边 有一个故事 叫斗女 根据斗女改编了 这这晋阳 有一个有钱的商人 叫男三妇 无意中呢 就是看到了斗女 女主角 话言巧语 哎呀 给人骗到手里边 我这么喜欢你 那么喜欢你吧 后来这斗女呢 又孕了 怀孕了 怎么办呢 可男三妇呢 喜心厌旧 他跟另外一个 大户人家的女儿 一块就定亲了 定亲之后 人家这个斗女呢 上家里找他了 他也不认人家 怎么也不行 到后来呢 这个男三妇呢 又结婚了 结婚没想到 花椒一过门呢 花椒里坐着 是斗女的那个鬼魂 夜里边 一聊这个 结婚的洞房啊 这个龙宋城祥 这个帐子 哎 出来这女呢 是那死鬼 斗女 然后就 抱怨了 就这么一个故事 这是花旦 跟小生的 对戏 嗯 当年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是在哪演 也是 花椒一过门 前面就是 花椒里边 坐着那新娘子 然后随着花椒 演斗女的这个演员 他带一个脸子 脸子就是拿布做的 搭了这红舌头 在后边出来 啊 观众前排观众就吓一跳 因为太恐怖了 啊 九十年代 九几年 我吧 九一也是九几 我忘了 我们上河北省 河北省 文安县 雄县的 在那个边上 有一地 我们就上那去演去 当时 人村里有个什么庙啊 庙会好像是 我们记得记不太清楚 就去了 到那去 人家当地的观众 把前面说好了 就说去唱 最后人点 我们就要看 活着男三复 但是我们当时 当家那小生呢 他不会男三复 后来这大伙商量 说这怎么办 最后他们说 德纲不行 你来一个吧 我就我钻锅 因为这个地方戏里边 有一个特点 你看咱们都知道啊 京剧啊 什么样 咱们一说 唱哪个行当 生蛋净丑 这个大伙都知道 但实际上 在平戏里边 他不分生蛋净丑 他最早 他应该分男活 女活 唱老生的吧 说今天这花脸没来 那这花脸这活怎么办 老生你也得带 短个老蛋 也是你来 短个小花脸 也是你来 短个小生 也是你来 因为什么呢 地方戏 他不可能像 大型的国有院团似的 分的这么细致 他得吃饭 你不能说今天我们短一这活 我们就不唱戏了 不唱戏吃谁去 所以说一切是为了生存所着想 那么就分男活女活 那你唱男活的 你们就你们商量谁来吧 这几个里面呢 我们当时那几位呢 那几个岁数多挺大的 老头说我 扮演也不好看 德纲还年轻 你来吧 我们给你念吧 我也没来过这个 你说老生花脸 小花脸那个不叫事 偶尔唱个老蛋 我也能唱 看小生啊 有点抵触那会儿 不行 你得唱 不唱 人家不干 唱吧 就这么着 这叫钻锅呀 就临时钻锅唱过一回这个 唱词呢 就是汤着来 以观众的这个水词为主 那算是把它唱起来了 当地老乡还挺高兴 哎呀 没想到 说这戏啊 光知的名字没看过 我也不知道这个 怎么这么着啊 挺挺满意吧 挺满意 这个 我印象很深 就老本里边 他有一场啊 男三父第一次跟逗女睡觉 睡完觉 他是从聊着二杖子 从二杖子里边出来 老的才词啊 有句话叫 不过日词 就不过如此 我们有个老义人 荣华 荣华老师 已经去世 荣华老师 说这个不行 你们这个词不得改 说这老的 老的也不行 不好听 侮辱妇女 算 所以说改 改成了 哎呀 这乃角色 女资 改了这么 这么一个 其实这个大路子 也没有太什么的 因为 活桌男三父 本来就是个 梁子戏 没有完全标准的词 他还不像 活桌张三郎 张三郎 还是 挺有准仆的 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 活桌 张三郎呢 就是 乌龙院 宋江沙西 嗯 这个京剧 大师 周信芳先生的代表作 当然很多人都唱 但是旗派演绎 这个演绎的特别好 水火传吧 宋江当鸭司 跟这个 阎西娇 给他搁到乌龙院里边 阎西娇呢 跟宋江的弟子 张文远 俩人私通 有一天 梁山上来人了 朝盖 让吃法鬼 刘堂来下书了 请梁山上 您来聚意吧 您来做我们 第二个首领 宋江呢 打破刘堂走 就把那封信 那封信呢 算是反书 为什么呢 要你造反呢 放到赵文代里边 身上挂一兜子 叫赵文代 回到乌龙院了 但是阎西娇不爱他 一看他来了 就生气 俩人口角 早晨起来 宋江赶紧走 一走 把这信就落去了 演戏就要开心了 哎呀 你这是要造反呢 什么工堂出手 你怎么怎么着 这个就不用太细致说了 这个呢 这最早应该也是 我们的平剧班的祖师爷 程兆才先生写的 平剧的宋江 跟京剧的 它不一样 就是它乡土气息 可能更浓一些 这个呢 平剧的宋江 我也唱过 京剧的宋江 我也唱过 另外平戏的 我也唱过张文远 就是张三 闹院一折里边 撩开杖子 看阎西娇睡觉 就典型的一看 就平剧的唱词了 闷坐在乌龙院 心中惆怅 宋三爷 撩起床障 看娇娘 只见他 手托香腮 靠袖枕 正在朦胧 梦已长 黑沉沉 乌云丝漠然 黄灯灯 一对金环气 金光 颤巍巍 翠花儿左右 插两朵 焦嫩嫩 桃花粉面 塞海棠 反正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多几句 有时候少几句 后边翻脸的 他有肩板转快二六 我们叫翻嚷子 所谓的翻嚷子 就是把以前的事 又唱一遍 就叫翻嚷子 就如同 比如说唱 舍太君 一说唱杨家将 舍太君 只要一上场 就把自己家的事来一遍 我大郎儿 保宋王 怎么着 我二郎儿 保了南青宫 三郎儿 马彩 如您来 反歌哪 这边都对 这叫翻嚷子 这个宋江 这又一个 就是颜婆西 骂完了他 骂完生气了 这位尖板 尖板的相当于 京剧的导板 颜婆西 说了绝情话 然后是舵头开二六 不由得大火 撞熊堂 他这个 在实话实说 这段唱词 其实格调不是很高 显得宋江的档次 有点偏低 你看 骂生天宫天良丧 水性洋花不久长 想当初你家来到运城县 住在西关老君堂 不幸你父把命丧 你母在大街 求官累汪汪 我初音十两 把你赴葬 你的母把你许我配原羊 我为你修下乌龙院 南北二楼东西方 满斗金珠哪个智 谁给你买的绸缎好衣裳 我宋江为你唐签诗笑道 我为你结法夫妻不同床 我为你亲友不走 断来往 我为你三六九日不战堂 我注视全抛不忘你 谁想到你对我这等情良 你不想我宋江带 你有恩惠 你自私自想 自问天良 反正你一听这宋江 确实也不愿人家言习交 岁数又大 一天到晚的 也不好听这玩意 反正这是典型的相处气息 比较浓郁 这个我唱过 这个张三我也唱过 但是这个戏唱的不多 因为会这个的 弹诀不多 平戏班 是单纯拿这些花弹来唱这个 也不太现实 所以唱的少 那会儿帮子班呢 我也学过这个 活着张三郎 就是张文远 学过呢 但我来过一回 我就不爱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帮子的这个 他麻烦 帮子的张三郎 他有技巧 第一呢 他有甩法 第二呢 他这脚底 这鞋要求 不许提着后跟 踩着这跟 这个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您想在台上 又得折腾 又得跑 人家追你 你还得翻 完事 你还不许提升鞋 这就不容易了 老先生说的是什么 这个 张三已经睡觉了 这时候外边敲门 说这个 颜婆西的鬼魂来了 你下地 你来不及 把鞋提升 你就踩着鞋 塌了着出来 所以这根 不能提升 塌了 人家倒是合理 他合理在这边 他添了很大的麻烦 塌了的鞋出来 还得见颜西娇脸 还得做戏 包括到后边 这个颜西娇 一拿他 要活桌了 这个张文远 要绕着桌子 还得倒着走 你后边没有后跟 你还得倒着走 这劲就算费大了 一边走 还得一边唱 到现在 我还记得这几句 自从宋江杀了你 为何不着有仇敌 原有头来 债有主 你捉我三郎 为咋敌 这么四句 自从宋江杀了你 为何不着有仇敌 原有头来 债有主 你捉我三郎 为怎敌敌 完事 绕着桌子 绕着桌子 完事之后 还得再甩法 再折腾 这个 太麻烦了 弄不好 就丢人现眼 当然这个戏 帮子班好像 唱的也少 也少 当然京剧 这个是 最讲的 我前两天 正好就是 美国加拿大巡演 飞机上有时候 咪咪咕咕睡醒一觉 也没事干 就打开拍 看看戏呗 看看大师 周信芳先生 拍的老电影 真好 确实是 那是表演艺术家 有人老说 南边的戏 不如北边的戏 戏致 我觉得这个 说法有来上去 周信芳先生 不错 确实是大家 那个小动作 小结构眼 都是真的 你看碰见那个 刘棠 刘棠是 王正平先生 演的刘棠 刘棠 见了宋江 大哥您好 您看我如何如何 刘棠很热情 宋江没想起来 啊 因为那个表情啊 人这还提醒 您看你是不是没想起来 我哎哎 没有没有 哎 我这那个表情啊 哎呀 就光这点劲 我来回来 我看了好几回 也确实是 大家 就是大家啊 还是咱们 就这些日子 咱们竟聊这个 有关戏的了哈 有关什么 活桌子了 有关什么的了 我这个水平 反正也就这样 只不过就是 赶上那个年头 还见了一些老先生 还学了一些个 传统戏 知道一些技巧 我也只不过是把它记下来 抛砖隐喻 愿意把我知道一些呢 留下来啊 这个希望咱们这个传统艺术啊 有更多的人注视 因为这里边真是珍贵无比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